第一步,開啟屏幕 關機後用 0.85 角螺絲刀卸下兩顆底部螺絲 擰螺絲的時候要對準並且保持和螺絲面垂直 先慢慢擰鬆再快速擰出 由於屏幕和後殼是有粘膠 所以需要先加熱 用加熱墊加熱 3 分鐘 也可以用吹風機加熱 5 分鐘 注意要均勻加熱 隨後用吸盤吸開一條縫隙 插入拆機片 沿四周劃開粘膠 注意右側有屏幕和聽筒組件的排線 不要切入太深 屏幕打開一定角度後左右小幅移動 把屏幕頂部的粘膠分離 如果移不動建議再加熱一會兒 千萬不要大力出奇蹟 容易拉斷屏幕排線 屏幕自左向右打開 第二步分離屏幕 打開屏幕後注意扶住屏幕 夾角盡量不要超過 90 度 用 0.6 歪性螺絲刀卸下固定電池蓋板的 5 顆螺絲 蓋板和對應的螺絲放一起 以免待會混淆 用撬棒或者指甲斷開電池的 BTB 再挑開觸摸和屏幕的 BTB 可以從下方輕鬆挑起 注意不要挑到 BTB 下方的座子和周邊的小電阻電容 最後挑開聽筒組件的 BTB 即可分離屏幕 第三步拆卸旧電池 iPhone X 電池膠分上下兩部分 由於拉起處在側邊 可以用鑷子捲起來 拉出一點再用手慢慢拉出 拉一點收一點 降低拉端的風險 如果斷了 再用鑷子捲出來 或者背面加熱後用拆機片分離電池和電池膠 底部三根拉完後 頂部還有一根 拉的時候按住電池 不然拉到最後電池會被帶著蠟飛 舊電池別急著扔了 先保留好 第四步測試新電池並安裝 把新電池直接放入後殼 拿出屏幕 和後殼對準垂直放置 先扣上聽筒組件的 BTB 安裝注意先對準座子 可以俯視觀察對準 然後先輕輕按壓 BTB 的一邊 再按壓另一邊扣好 感受到清脆的咔一聲就代表扣好了 切記不要太用力 容易扣壞 再扣好屏幕和觸摸的 BTB 最後扣上電池 BTB 合上屏幕 但不用完全扣好 接著測試以下這個功能 正常開機進入主介面 充放電正常 主要就是看百分比跳動是否正常 連接電腦查看電池參數 可以用愛斯助手查看循環次數剩餘容量這些參數 確保新電池沒有問題後 斷電以及分離屏幕 下一步就需要把新電池固定在後殼上了 拿出電池膠 小心撕開藍面 不能讓電池膠產生形變 對準居中貼在電池背面 黑邊對準電池底邊即可 用力按壓膠面直至於電池完全貼合 再反過來固定好拉手處 撕掉紅面 右手先把電池 BTB 扣上 側著電池對準後完全放入後殼 按壓電池使膠面與後殼完全貼合 最後記得斷開電池的 BTB 第五步 貼屏幕膠 先把後殼四周的殘餘粘膠清理乾淨 可以用鑷子或者美工刀慢慢清理 記得不要太用力 以免損壞後殼邊緣 還要注意不要觸碰結構光模組 以免模組鬆動影響人臉識別功能 屏幕支架四周也有可能會有殘餘粘膠 如果有記得一併清理 清理完成後 拿出屏幕膠 撕掉底片 對準後殼邊框放置 用鑷棒沿四周壓合 使至於後殼充分黏合 撕開第一層藍面 再慢慢撕開最後一層藍面 一定要慢慢來 如果有粘膠被帶起來 放回去壓合後再接著撕 第六步 完成裝機 按照之前的方法 把屏幕上所有的 BTB 扣好 確保是斷電狀態 可以先扣聽筒組件的 BTB 隨後把屏幕的卡扣架在後殼邊緣 這樣就不容易碰到屏幕膠 再扣上屏幕和觸摸的 BTB 最後扣上電池 BTB 蓋上蓋板根據定位圖把螺絲擰好 切記不能擰錯螺絲 長短螺絲搞混 有可能擰斷主板線路出現故障 隨後合上屏幕 兩邊同時按壓 直至完全扣好 如果遇到底部扣不上的情況 大家可以用手掌貼住屏幕 邊往上推邊往下壓屏幕底部即可 底部螺絲安裝時 注意先用手上下按壓住 再把螺絲擰上 隨後沿屏幕四周上下壓合 讓屏幕膠與屏幕支架充分聯合 這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拆機時遇到螺絲滑絲了 就像這種情況 適配的1.5 十字螺絲刀已經無法擰動螺絲 如何解決呢 可以先用1.5 十字螺絲刀用力擰螺絲 徹底磨圓孔洞 隨後替換T3 螺絲刀頭 因為刀頭形狀比螺絲孔洞稍大 會增大摩擦力 擰螺絲時 先用手掌頂住螺絲刀尾部 然後用力向下壓 慢慢嘗試擰松螺絲 如果還是不行 那就把孔洞再擰大一些 替換T4 刀頭繼續來一遍 多半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情況是因為 平碎空隙較多 無法被吸盤吸附 我給大家介紹了兩種解決方案 第一種就是用拆機片 嘗試直接插入底部縫隙 不建議用刀片 容易刮傷後殼 iPhone 6s 以上機型需要加熱後嘗試 第二種是用鑷子 看好我拿手機的手勢 以及鑷子插入的角度 先垂直插入底部螺絲孔邊緣 然後再往里插 輕輕頂起屏幕支架 即可打開一條縫隙 這個原理就是 鑷子抵住了底部螺絲孔的底端 但是注意翹起的角度不要太大 容易磕壞螺絲孔邊緣 在4E 拉膠的過程中 不小心斷了怎麼辦呢 一種情況是還能看到殘餘的膠體 可以用鑷子頭慢慢地捲出來 再用手拉出 如果看不到膠體怎麼辦呢 用吹風機在機身背部電池區域均勻加熱5分鐘 隨後用拆機片或者薄薄的PVC材質的明片 從電池底部插入 嘗試分離電池膠 電池頂端有側鍵的排線 所以記住從底部插入 然後慢慢地頂起電池即可 如果BTB 不小心彎了 先別慌 可以小心掰正 再扣上座子 如果屏幕顯示還是有異常情況 那代表 BTB 基本已經損壞了 如果覺得教程不錯 記得光顧我們 XYZone 的官方淘寶店 電池配件均有在售 或者可以登陸 3w.xyzone.xyz 官網商城購買